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日本的犯罪惊悚片 说是惊悚片其实更像是日本特色成人电影 剧情简直颠覆正常人的三观 恐怕也只有日本能拍出这种电影了 这部影片根据1993年震惊日本的 其余爱犬家连续杀人事件改变 男主本是个善良的人 被人逼着成了杀人帮凶 反抗之后又成了凶手的凶手 用金退两男来形容最合适不过了 故事一开始 一对夫妇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从男人的反应来看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个情形让人有些好奇 明明是夫妻 别人都是青年之养 这怎么看起来热情似火呢 这个男人叫铁牛 没什么太大的本事 开了一家卖热带鱼的商店 旁边坐着的女人是铁牛的二婚妻子阿美 阿美的身材和长相 都是男人非常向往的那种 难怪铁牛这么饥渴 两人并没有夫妻矛盾 也能很顺利的进行夫妻生活 可家里还有铁牛前妻的女儿小青 女儿年龄也不小了 什么都懂 在家成为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阻碍 每次铁牛想彰显男人荷尔蒙的时候 都会被阿美拒绝 因为女儿随时都会回家 铁牛很宠爱小青 可小青跟亲生母亲的关系特别好 所以很看不惯阿美 一有机会就找阿美的茶 看来全世界的哄麻过的都不怎么幸福 俗话说 熊孩子都是惯出来的 小青身上的坏毛病不少 这天铁牛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边是一家超市老板 老板告诉铁牛说 小青在这里偷了东西 赶紧过来处理 铁牛赶紧带着阿美去向超市老板求情 因为老板坚持要报警 想把小青送进警察局 让警察说说教育 一筹莫展之际 幸好这时来了一名秃头男子 名叫本田 他跟铁牛是同行 也是卖热带鱼的 但是他的店铺 比铁牛的要大得多 本田原本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 但是一眼看到了铁牛的妻子阿美 瞬间就动起了小心思 主动替铁牛向超市老板求情 在他的帮忙之下 老板同意放小青回家 本田和铁牛的关系 也瞬间从陌生人变成了患男之交 本田带着铁牛 阿美还有小青三个人 到自己的热带鱼店里参观 铁牛看到本田做生意的方式 瞬间觉得自己就是个弟弟 本田为了吸引客户 专门找一些年轻姑娘 穿着特定的服装 在店里当工作人员 这样一来就能吸引到 很多男性顾客来店里 多多少少都会买一些热带鱼 带回家 铁牛看到了这一幕 也动起了小心思 希望能让小青在本田这里工作 本田痛快地答应了 其实铁牛知道 本田不是什么正经人 但为了跟阿美能在家里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只能忍痛 让小青出门打工了 第二天 阿美兴高采烈地 送小青到本田的店里上班 本田一看来的是阿美 可高兴坏了 赶紧把阿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本田的社会阅历 还是很丰富的 虽然只见过阿美一次 但她知道 阿美跟铁牛之间 一定有矛盾 因为铁牛赚不到钱 任穷是非多这句话 是横骨不变的 本田不断向阿美示好 动作也越来越亲密 阿美刚开始没有拒绝 可能是碍于金钱的力量 本田一看游戏 就越来越过分 阿美却突然觉悟了 嘴里一直喊着不要 这使得本田 早就变成了下半身 思考的动物 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直接把阿美按在了地上 见阿美反抗 还给了几巴掌 软硬监狮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成功全雷打 阿美件事情已成定局 也没再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满脸假笑的坐着本田的车回家 到家之后 还特别罕见的抱着铁牛 铁牛被诱惑的 都有点把持不住了 铁牛这个时候还觉得 本田是自己的恩人 苦苦想着该怎么报答本田 恰好 本田给铁牛打了个电话 让他来自己的店里 谈一些合作的事情 铁牛一听 屁颠屁颠的就过去了 铁牛不知道的是 这次赴约 让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因为本田的钱全部都是靠杀人赚来的 他先是利用那些漂亮女孩子 吸引顾客来店里 顾客如果买的是那些比较便宜的热带鱼 就随他们去了 如果有顾客看上了震电之鱼 本田就会把顾客杀掉 这样一来鱼也没卖出去 钱也到手了 本田的妻子阿红也特别性感 一直都配合着本田做这些变态的事情 本田把铁牛叫过来之后 让铁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犯案全过程 强行把铁牛绑到了自己这条贼船上 铁牛吓得手都是抖的 在本田的逼迫下 开始处理这具尸体 本田已经不是第一次杀人了 作案的次数多 积累了很多经验 他也有了非常成熟的作案流程 能够成功的毁尸灭迹 本田让铁牛过来 就是想让铁牛做毁尸灭迹的工作 在本田的指导下 铁牛把尸体烧得一杆二尽 最后把骨灰全部抛洒在河里 从此之后 铁牛跟本田彻底成为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回到家的铁牛心里还是非常恐惧 经常会做噩梦 可他又不敢反抗 因为小青还在本田的店里上班 如果铁牛揭发了本田的犯罪行为 小青很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因为本田的营销方式比较好 铁牛隔几天就要处理一具尸体 整天忙得东奔西跑 洒出去的骨灰估计都有好几百斤了 在铁牛忙碌的同时 阿美还在家里等待着丈夫 阿美以为铁牛跟本田去赚大钱去了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白白付出 铁牛处理的尸体越来越多 心理上也越来越麻木 但他可能天生不适合吃这碗饭 每次焚烧尸体的时候 还是特别紧张 本田夫妇在屋子里嘻嘻哈哈的处理尸体 铁牛在一旁疯狂呕吐 随着跟本田的接触越来越多 铁牛发现本田是真的变态 每次手里都拿着剁下来的骨头胡言乱语 这种日子过得倒也顺利 但本田又开始作死了 在荒郊野岭开始劝说铁牛 让铁牛去跟自己的妻子阿红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铁牛当时就觉得本田是在开玩笑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虽然心里想 但嘴上却说着不要 可说着说着 本田就把他跟阿美做过的事情 告诉了铁牛 铁牛听完之后当场就崩溃了 本田拽着铁牛 把他拽到了阿红的身上 本着盛情难缺的原则 铁牛最终还是屈服了 在后本箱上 跟阿红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原以为铁牛会彻底沉沦 谁知他仅存的一点良知 让他拿起了旁边的一支笔 直接插进了阿红的脖子里 随后又疯狂地捅起了本田 本田终于倒下了 让人感到诡异的是 阿红居然笑了 铁牛带着受伤的阿红 回到了他们平时处理尸体的屋子 逼迫阿红去处理本田的尸体 阿红倒也配合 先是给没死头的本田补了几下 随后就开始娴熟地处理流程 这边阿红还在处理尸体 铁牛已经离开现场 去找自己的女儿小青 在本田的店里 铁牛原本想拉着女儿回家 可女儿还像往常一样叛逆 她不知道的是 夫妻已经变了一个人了 铁牛没多说话 对着小青的脸上就是几巴掌 随后强拉着小青上了车 一家三口此时终于聚齐了 铁牛看着一脸无辜的阿美 心里的怒火越来越强烈 但她知道自己已经活不成了 必须跟妻女在一起 好好地吃一顿饭 阿美在铁牛的逼迫下 战战兢兢地做好了饭菜 三人正吃得兢兢有味 小青就接到了同学打来的电话 叫她出去玩 放下筷子就准备往门外冲 要不怎么说不长记性了 刚被铁牛揍了一顿 这么快就忘了 铁牛跟着小青到门口 对着小青又是一阵毒打 把小青的同学也打得够呛 扛着小青就回了家 阿美看着小青站着出去 躺着回来 心里越来越害怕 有句话叫怕啥来啥 铁牛突然来了感觉 抱着阿美就要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女儿还在一边躺着呢 这边就扒起了阿美的衣服 女儿也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看着铁牛正在侵犯自己的后妈 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 你在干嘛呢 铁牛看了小青一眼 一巴掌就把小青给打晕了 一番风雨过后 阿美和女儿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一个是累晕的 一个是被打晕的 铁牛这时候已经开着车去找阿红 并且给警察打了电话 告诉警察阿红正在处理本田的尸体 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铁牛找到阿红时 阿红全身已经被鲜血染红 笑得特别妖娆对着铁牛说 我已经做完一半了 随后便慢慢蹲下 揭开了铁牛的裤子 原来阿红才是整部剧中 最饥渴的角色 都这时候了还想着做那些事 铁牛这时候 已经没有了那方面的心思 随手拿了供奉着的塑像 砸在了阿红的头上 但因为手笨 自己一不小心 把自己给砸了一下 也坐在了地上 阿红颤颤巍巍地 爬到铁牛的身上 想要继续完成 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被铁牛无情地捅了一刀 这时的阿红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慢慢地爬到了本田的身边 成了一对亡命鸳鸯 警察赶到的时候 一切都结束了 车上还坐着阿美和小青 趁着警察到屋里探查 阿美赶紧下车 给铁牛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阿美绝对是这部剧中 最不计仇的女人 但让人可惜的是 铁牛一刀捅进了阿美的肚子 看来她还是无法原谅 阿美给自己戴了绿帽 阿美倒在地上之后 铁牛又走到了小青的面前 轻轻地给小青来了一刀 一边说一边在小青的身上捅 胆都不太使劲 这是她对小青最后的教育了 说完了想说的话 铁牛慢慢地用刀 划向了自己的脖子 小青看着父亲倒在了地上 面容逐渐开心 笑声逐渐放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铁牛遇到的是本田设下的陷阱 为了小青选择屈服成了帮凶 反抗之后又成了凶手 不管她怎么做都离不开 这死水一般的生活 影片重口味的地方太多 血腥暴力外加情色诱惑 让观众在荧幕前看得又兴奋又反胃 兴奋的是很多偏向情色的片段 丝毫不雅于日本的成人电影 反胃的是 那些处理尸体的细节画面 影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极其混乱 颠覆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道德观念 不得不说日本电影总是充满奇迹呀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送出你的爱心并留言订阅 以表达你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